长了腿的萝卜 一大早 天空中下起了雪 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 小白兔跳跳 看到了非常高兴 心想 要是能堆个雪人 就好 就好了 想到这儿 她马上就跑回家 拿来了铲子 准备堆雪人 突然 跳跳发现 地上有几片绿叶子 她跑过去 扒开一看 原来是两个新鲜的胡萝卜 跳跳刚想一口气吃掉 忽然记起 妈妈经常叫到她 好东西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于是她决定带一个回家跟妈妈一起吃 把另一个送给好朋友小猴子皮皮 跳跳跳 跳跳高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皮皮的家门口 发现门锁着 于是跳跳就把胡萝卜放到了窗台边 然后回家去了 皮皮妈妈很爱皮皮 给她煮了三颗大花生 皮皮开心地一边玩雪 一边吃着花生 吃完一粒 还想吃一粒 可是 她突然想起妈妈说的 一定要学会分享 于是她决定把剩下的花生送给她的好朋友 小鹿比比 当皮皮走过家门时 看到窗台边有一个新鲜胡萝卜 她想了想 觉得小鹿应该更喜欢吃萝卜 于是她就留下了花生 拿起胡萝卜 就往小鹿的家跑去 来到小鹿家 皮皮敲门 没人回答 等走进屋里 也没发现有人 原来是小鹿忘记锁门了 于是 皮皮直接将胡萝卜 放到桌上 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 小鹿回来了 她买了一颗大白菜 准备和小熊胖胖一起吃 看到桌上有一个大胡萝卜 刚想吃掉 忽然想起妈妈说的话 好东西是要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于是 她决定把胡萝卜送给小熊胖胖 可是胖胖有事出去了 于是皮皮就把胡萝卜 放到了胖胖家门口的台阶上 希望她回来时 一眼就能看到 胖胖回到家 看到门口的胡萝卜 心想 这肯定是好朋友送的 刚想吃掉 忽然记起妈妈告诉过她 好东西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于是 她想把胡萝卜送给小兔跳跳 胖胖来到跳跳家 听到里面有打酣声 她猜想 跳跳正在睡觉呢 于是 就悄悄地把萝卜放到了窗台上 等跳跳醒过来 看到那个大萝卜 这不是我送给小鹿的吗 难道她长了腿 自己跑回来了 这肯定是我的好朋友们 又送回来了 一想到这儿 跳跳心里 暖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